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JEP的作用也同样是在文本当中提取字符传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字符截取明镜 那除了Graph之外呢 我们的字符截取明镜还有这样一些 其实字符截取明镜主要指的还是CUT AWK和SAN 这个Print F呢是AWK当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个明镜 所以讲AWK之前我需要先讲下这个明镜 但是它严格上来说它不算字符截取明镜 那这三个字符截取明镜跟我们的Graph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其实前段说过了 Graph的作用是在字符在文件当中提取符合条件的行 那既然能提取好 那是不是就应该能提取列 谁来提取列 由CUTK AWK字符命令来实现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学习CUT命令 它是字符提取命令 比如说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提取 最终提取的是一个列 最终提取的是列 那CUT命令本身不难 不难 那我们看看 那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CUT选项加文件名 选项也很简单 -F指定我提取第几个列 -D手工来指定分割符 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它跟Graph的区别是 Graph是提取符合条件的行 而CUT是提取符合条件的列 那有行有列 最终我才能在文件当中提取出来 我符合我条件的这个需求的这个 字符帅 哎 这个啊 这两个 Graph和CUT命令 其实是一个非常 这个常见的结合使用方式 那这两个命令 我们先看看 先来看看 那要想讲CUT命令之前 我准备了一个 这样一个文档 用CUT命令 来操作这个文档 什么 学生成绩表 里面有ID号 字段 有Name字段 有性别字段 还有成绩子段 那这家伙有这么几个人 哎 里面 我 高乐峰老师 我们几个人 其实这个 明哥的性别可能不太确定 我们都是慢 啊 其实是Mail Mail 那这里呢 哎 我的成绩单 哎 大家可以看到超哥的成绩最好 是吧 啊 那这个表格建立的时候 需要注意 这中间空的绝不能是空格 而是置表服 也就是推不见 如果空的是空格 会CUT命令会不能正确提取 我们后面来解释是为什么 那为了节约时间 我事先把这个文件建好了 打开看看 好了 注意 这个两个空格之间 看 按一下 这个切换 就整个去过去 是置表服 不能是空格 啊 那 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 CUT 杠F 指定提取第二个字段 后面写文件名 就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 提取 这一列 那回车 看 就会列出 第二列的命令 那要想提取多列呢 只要逗号分开 提取名字和成绩 就可以指定 提取它的 这个第几个列 CUT命令 就这么简单 基本用法 CUT命令 还可以用 杠D的方式 来指定 它的这个分格服 它默认时候的分格服 使用的是置表服 就跟我们这篇文档一样 是推不见 作为它的默认分格服 但是啊 比如说我们某些文件 比如说 HC下的Passo 这个文件我们都知道 它是我们的用户信息文件 这个文件 是用 默号 作为分格服 那我能不能 用CUT命令 截取符合条件的列呢 当然是可以的 只要看这样 看 CUT 杠D 指定分格服 杠F 指定提取第一列 和我想提取用户名 和它的UID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然后后面写清楚文件名就可以了 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取 杠D 来指定分格服 杠F 来指定提取的列 就会只提取第一列和第三列 而忽略 这些内容 那 CUT命令就这么简单 那 它 在我们写程序当中 到底有什么作用 那 我们说 CUT命令是需要跟GRIP命令 结合使用 才 可以达到效果 比如说 我添加了一些系统用户 UZ1 UZ2 我只是举例 所以我不设密码 UZ3 那我们打开 ETC下的PASO 假设 我的服务器当中 我批量添加了100个普通用户 那这个时候 我想 提取这个用户 所有普通用户的用户名 用来干嘛 批量删除 我想写一个事儿脚本 这个脚本我们后面会写 想干嘛 或者是批量添加100个用户 或者是我已经有了100个用户 我想批量把这个普通用户全部删掉 那要用脚本来实现的话 我最主要的这个目标 就是提取出来这个用户的名字 那怎么来完成这个 这个实验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 看一下 ETC PASO 它会列出整个PASO的文件 然后呢 管道符 Graph 所有包含有并下的BSH的行 哎 我们说过 只有普通用户 它的登录sh 或者说登录权限是并下的BSH 所有的系统用户 它的登录权限都是S并下的 No Lock In 所以 我可以通过提取 包含有并下BSH的行 而提取出来所有系统当中可以登录的用户 大家会发现 提取出来了入口用户 还有UZ1用户 UZ2 UZ3 但是我现在既然要P两删 那我就不能把入口用户给干掉 哎 入口用户删了 系统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可用用户了 所以我还需要干嘛 Graph讲过取反 取反 在这个命令的结果里提取出来 不包含有入口的号 只要不含入口就列出 那这个时候回撤 你就会发现 这个命令的结果会排除入口用户 好了 现在我已经提取出来符合条件的行了 但是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取这个用户的用户名称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再加管道夫 然后呢 用Cut 用-D 然后指定 Malc作为分割符 -F 提取第一列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就会提取出来符合条件的用户名称 然后呢 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复给变量 后面用循环的方式 一个一个删除这个用户 那这就是我们说Cut 和Graph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什么 在我们给进的文本当中 或者命令的输出结果当中 提取出来我需要的这个字状 当然Cut不能独立使用 一般情况下 都是需要和Graph 通过管道夫的方式联合使用 哎 这就是Cut最主要的作用 好 但是Cut命令本身啊 并不复杂 -D指定分割符 -F指定提取第几列 当然它可以手工指定提取的文件名 也可以通过管道夫接收前一个命令的输出结果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Cut命令的局限 我们先看看DF DF命令 我们学过 它的作用是查看我的分区的使用状况 那这个时候 我比如说 我想写一个脚本 用这个脚本来判断根分区的使用率 如果这个使用率超过80% 我的程序让它报警 告诉管理员 你的硬盘快占满了 需要你手工新图 哎 这个程序非常有效 我每天让它自动执行一件 如果有问题 它会马上告诉你 保证我的硬盘不会占满 那也就说 我们需要合理的提取出来 这个百分之前面这个12 这样的话 通过判断它是否大于80 就可以实现我这个程序的这个功能 但是我如何提取这一行 那很简单 Graph是不是提取包含有根分区的行 不能这样跟 为啥 看 其他的行列是不是也都有斜杠 那怎么办 事先判断出来 它是SD5 我们的这个根分区是分在了SD5这个分区上 第一个斯嘎斯硬盘的第一个逻辑分区 那这个时候就会提取这一行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通过Cut数 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 提取出来第五列 那我们提一下Cut 然后呢 -F第五列 回车 你会发现 它完全没有作用 把整个行原封不动输出 原因 它的这个分割服不是推不进 而是多个空格 不是我们的制表服 而是空格 那 有人很聪明啊 那还不简单 刚定 指定分割服是 空格 不就完了吗 那么试试 它提取出来的是空白行 为什么 卡特密尼尔 他是非常忠实的执行者 S 我说 我的空格服是一个空格 他就会从这后面说 这是第一个空格 所以 这是第一列 这是第二个空格 这是第二列 这是第三个空格 那有人说 那简单了 你数 这有几个空格 在这块空几个不就完了 哎 这不可能啊 这个东西我们说 命令的输出结果 其实它不是严格的 有可能这个时候是 我数出来是八个空格 咱里的机性啊 有可能就不是 所以 如果是用空格作为分割服 卡特密尼尔就不能识别了 它能识别的空格服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质表服 我们前面的这种 质表服 要不然就是有具体的 这个分割服的 这个具体符号 比如说末号 逗号 巨号 都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是空格作为分割服 卡特命令 就不能很好的识别 这是卡特命令 最大的一个东西 那 各位 那如果是空格作为分割服 我们就需要利用 更加复杂的命令 也就是 我们待会要讲的 后面要讲的 AWK命令 来实现我的列弃取 但是 AWK 远要比卡特复杂 那超格的建议是 如果卡特 能够实现的功能 比如说 我提取的列 是用质表服 用末号 用逗号 用巨号 分割了 我就用卡特 卡特更简单 但是如果卡特 不能完成了 这种切割 比如说像 用空格作为分割服的 这个时候 再去考虑AWK 当然 AWK的本身的功能 也更强大 我们说 其实我们 说AWK的时候 都不说是AWK命令 而叫AWK编程 它里面可以实现 流程控制 可以实现条件判断 甚至可以实现 变量控制 那这个就是 变成了一门独立的语言 所以使用起来 可能会比较难 那还是这句话 如果卡特能够完成 尽量使用它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了卡特命令的使用 卡特是进行列提取 它的最主要的这个作用 是和Graph配合 提取出来 我需要 或者说 我能用到的这样的相对应的字串 然后在我的程序当中使用 那卡特命令非常简单 如果能够使用卡特 尽量还是使用卡特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 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西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